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笑傲江湖后期 他凭什么想要实现其千秋万载 一统江湖的野心 阿朗认为 从笑傲江湖原著中的描写来看 如果最后不是金雍老师强行让人我行羡慕 按照发展趋势来说 认我行是真有可能实现一统江湖的隐望的 苏氏在《潮错论》中说过 古之利大事者不唯有超市之才 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认我行不但修成西兴大法 连剑法 掌法也都有非凡的造诣 并胡冲与认我行在西湖暗牢一战 书中旁白说 认我行的剑法 就算风轻阳亲临 也必定欢喜不胜 可见认我行武功之高 少林寺三战 认我行名之方正 冲须 左冷禅等正道高手已严阵以待 但他仍然敢于只带着向问天 来到少林寺就任盈盈 就是看准了正道中人 一定会放自己回去对付东方不败 所以不会真正为难自己 这体现了他过人的胆略 超凡的眼光 对了起超市之才四个字 当年 东方不败趁任我行 修炼西兴大法出了岔子 一举发弹 将其囚禁在西湖暗牢 换了一般人 十几年不见天日 怕是早已斗志全无 一心求死 但认我行竟然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而他脱壳后不久 便杀上黑木崖 干掉东方不败 重夺教主之位 又利用短短数月时间整理教武 将其全面掌控 待到后来 眼间拉拢令狐冲不成 便不顾女儿人阴影阻止 毅然发动万人大军 杀向横山 足见任我行 同样不缺 坚忍不拔之志 相比之下 左冷禅为五月合一 手段尽出 一会儿派剑宗中人去挑战约布群 一会儿又派高手蒙面伏击华山派 一会儿又派人假扮日月神教中人 攻击横山太重尼姑 种种行为 没有一剑拿得上台面 与任我行的枭雄本色 真的是相差甚远 在小说人物的回忆之中 近百年前 月月神教就是一个强横无比的存在 他们可以杀上武当 夺走张三丰当年的佩剑和太极拳金手抄本 后来 月月神教十大长老杀上华山 杀死五月剑派无数高手 最后 五月剑派施展轨迹 把他们骗入山洞困住 采取了五月剑派覆灭之威 经此一役 月月神教实力有所下降 但武林正派仍不敢与之正面对抗 相比较于少林 武当等传统门派 以师徒传承关系 维持门派运转不同 日月神教之内 组织严密 等级分明 教主之下 有光明左 幼石 以及地位超然的长老 下面还有唐主 乡主等 一级管一级 权力架构稳定 效率高 除了本部 日月神教还有强大的外围力量 包括五独教这样的门派 以及御竹翁 祖千秋 平一指这样 或者武功高强 或者有其他决意的欺人意识 当初 令狐冲到少林寺救人盈盈时 就带了数千人之多 但这只是日月神教一部分外围力量而已 对于教众的控制 日月神教也有一套办法 比如教内的奇要三十脑神丹 服了之后 就连练成辟邪剑法后的约布群 也对此毫无办法 以上种种保证了日月神教的强大战力 孝江湖中 武林正道已不再像以前那般有血性 不再那么团结 像当年 少林 武当 峨眉 华山 空同 昆仑六大派 面对实力强大 准军事化的明教 仍然敢奔波千里 一路杀上光明顶 众派合力之下 几乎将明教连根拔起 而到了笑傲江湖中 日月神教远不如当年的明教 却仍能以一教之力 压得整个正道武林不敢动弹 小说结尾 任我行准备大举进攻恒山派 少林寺方正大师 武当充须道长 这两位正道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士的人物 最后定下的计划不是号召武林同道奋勇反击 而是制作了一把豪华的椅子 上面写满阿谀奉承之言 而在椅子下面则埋下了二十万斤炸药 他们意图引诱任我行坐上去 然后引爆炸药 炸死任我行 武当派能够拿得出二十万斤炸药 却找不到二十个血性汉子对日月神教大军予以迎头痛击 可见整个正道武林虚落到了什么地步 正道的虚落不止表现在没了血性 还表现在一些门派固不自封 暴残首缺 当年日月神教十长老两次进攻华山 使五岳剑派多位精英高手陨落 无数精妙剑招也随之失传 此后 华山 恒山 恒山 泰山四派数十年毫无作为 渐渐示威 比如华山剑派 实力曾经远超其他四月 稳居第一 拜一来有剑宗 弃宗之争 二来固不自封 导致到了岳不群这一代 只有他和夫人宁中则称称场面 一个不戒和尚能够轻易制服的陶谷六仙 就逼得华山举派外逃 只有松山剑派的左冷禅 以非凡魄力 汇集本派残存的起诉 将个人所记得的剑招汇成一部剑谱 然后去无存经 整理成一十七路松山剑法 此外 左冷禅还吸收江湖高手加入松山 形成十三太宝为核心的精英力量 使松山跃居五月剑派之首 左冷禅也借此登上盟主之位 后来 左冷禅意欲将五月剑派合而为一 这固然是为了他自己争霸武林 但对于五月剑派来说 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不但五月剑派因力量集中而变得更强大 对于五月剑派的弟子来说 合并之后 他们可以学到五月剑派所有的剑招 更加容易提升自己的实力 只是五月一旦合并 原来的各派掌门 地位就肯定下降了 还要听五月掌门的命令 这样自然大大不妙 所以极力反对 同时 在某些人眼中 五月合并还意味着葬送了祖宗的基业 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 比如 衡山三定这三个老太太 人品过硬 但眼光却实在难以令人恭维 不但五月剑派中人如此 连少林 武当这样的大派也毫无公心 事事以本派立以为先 小说一开始便是福威镖局 涅门惨案 若说事情刚发生时 武林正道不明就里 或者来不及阻止青城派也就罢了 可到了后来 整件事情逐渐明朗 仍没有人出来 为林家说上一句公道话 灭门守兄于沧海仍然安居青城山 五月剑派合并大会 于沧海也能逃而皇之地出席 没有一个人指责他的残暴行径 这种势不关己 高高挂己 各家自扫门浅血的行为 正是任我行所乐见 也是他敢于以一教之力 发动统一武林计划的底气之一 不仅如此 像少林 武当这样的大派 只愿意继续维持当前的武林格局 不希望出现一个足以与他们并肩的大派 当左冷禅施展种种手段 五月剑派合并已成定局时 方正和冲须就找到令狐冲 表示愿意支持令狐冲登上五月掌门之位 他们的说法是 左冷禅野心勃勃 当上五月掌门之后必定大肆扩张 武林从此多事 这些话半真半假 说到底还是怕左冷禅 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 相反 如果他们推举生性淡薄的令狐冲上位 就不会影响到现在的武林格局 自然也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如此此消彼长之下 武林正道根本不是任我行的日月神教的对手 事实上 若非任我行突然暴毙 武林真的在他手中统一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那么本期就到这里 不知道大家对以上内容是否喜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